在接下来这段课程当中 你有了开头有了结尾 中间段怎么办 除了有好的结构之外 还是要加入一些火花 能够和我们的听众做更好的互动 好 在接下来的这段课程当中 我们讲讲如何制造互动 互动的方式有这样几种 常用的工具 研讨法 个案法 角色法 游戏法 我接下来一一跟您介绍 并且告诉你 每一种教学法则中间 有利有弊的地方 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也会把我自己在教学过程当中 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会和您来进行沟通 首先我们看研讨法 研讨法是教学法之王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所有的其他教学法则 都会用到研讨法 个案法会和研讨法做搭档 角色法会和研讨法做搭档 游戏法也会和研讨法做搭档 当然最简单一点的 讲授法也会和研讨法做搭档 今天我们不讲讲授法 就怎么讲 待会会讲到 我们先讲这几种 经常所采用到的互动法 所以研讨法学会怎么做 对您而言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互动法之王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研讨法 它的概念很简单的 藉由交换和分享获得新知 学习力的来源有三种 读书 读事 读人 读人是最高境界 研讨法就是在读事和读人 了解别人的想法 对方的观点 共同来提高和进步 研讨法的特点和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它优点 多种观点的碰撞产生启发 所以关键在问题怎么提 我讲一下 无论你提什么问题 请他们做研讨 一定要和现实状况做结合 举例来讲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跟他们在谈沟通问题 谈沟通 早上我们讲的那个问题 聆听 沟通当中的聆听 很简单 充分有效的聆听 可以降低沟通当中的浮躁情绪 能够使大家心平气和地进行沟通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让他们研讨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 请问 在平时我们的工作当中 有哪些 由于没有充分聆听而产生的问题 以及您所不喜欢的 聆听的表现是什么 请大家把它通过研讨 罗列下来 行吗 我给大家每个小组 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开始 你提的问题一定是要和他们工作本身相关联的 以及他们容易去寻找和回答的 或者是一些日常的现象 他们会忽略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讨把它整理出来的 研讨给予的时间一定要合适 我听到有些培训师会讲 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来研讨这两个问题 三分钟管用吗 不管用 你这个时间说了也白说 第一 第二 当你说 好的 我们开始研讨吧 他们通常没有任何反应 所有人都傻乎乎的坐在那里看你 为什么 他们已经被催眠了 所以你得说 现在开始 像一道无形的指令 他们就开始 哦 干活了 好 大家开始研讨 探讨这两个问题 我给每个小组十分钟的时间 好 各位 现在 开始 讲到这句话 我开始放音乐 我放点音乐 他们知道 哦 这是研讨时间了 理解吗 各位 中间每个细节都要把控好 他们才有可能发挥出更好的研讨的特质来 他们研讨了 你在干嘛 你在边上休息了 是吧 哇 假好酸呢 坐一会儿 不行 你得去观察他们 看看他们研讨的状态 记住 观察的时候 别走得太近 远远的看他们就行了 走得太近 他们会受干扰的 有些人很内向 刚想讲几句话 看到领导来了 老师来了 他都不太愿意讲话了 所以离得远远的 观察他们 研讨的状况怎么样 到十分钟 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候 提醒他们一次 各位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抓紧 他们知道应该要总结了 应该要归纳了 直到十分钟 可以开始 研讨法的好处就在这里 通过有效的碰撞 各种观点 彼此受到启发 读人 与实物相结合 能够达成共识 有一次 我去一家IT企业 做服务 这家公司是这样的 研发部的人 穿的总是梯里塌拉的 夏天还有人穿着短裤 脱鞋在公司里走来走去的 研发部的人很辛苦 礼拜六礼拜天都没有休息 然后平时经常加班 被子毯子都放在办公室里 经常是在会议桌上睡觉的 所以他们觉得 他们这种状态很正常 搞研发的 就这样 但公司还有其他部门 不要搞错 还有销售部 市场部 也经常会有客户来拜访 看到公司里 怎么有这样的人走来走去 会令人感觉形象 大打折扣 所以公司的高层 做出了规定说 所有的人 不管哪个部门的 只要是上班时间 只要在公司里出现 非得穿衬衫 打领带 穿得体面一点 研发部的人不干了 他们觉得很沮丧 是吧 尤其是研发部的那个主管 过去是研发部底下上来的 所以他几个研发部 下属的经理也是同样如此 他们的情绪很抵触 怎么办 在那次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就采用了研讨法 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可以达成共识 当个人的个性和爱好 和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取舍 就请他们研讨这样的问题 结合这个案例 他们研讨得很好 最后达成共识 没过几个礼拜 所有的研发部的人 都按照这样的规定 都做到了 讨论可以更有效地达成共识 把对对方的看法和想法 充分地予以表达 同时也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 大多数的公司的同事 部门之间 平时都很缺乏互相沟通的 大家都就事论事地在展开工作 所以参加培训 以及开会的过程当中 采用研讨的方法 是让彼此增加了解 很好的方式 这也是研讨法的好处 问题就在 主持人的经验 有的时候会不够 会导致研讨的问题太困难 或者是研讨给的时间 太短 甚至主持人 我发现还有这样的现象 现在开始 他们已经开始研讨了 他还在讲话 主持人还在讲话 培训师还在讲话 各位在研讨的时候 要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什么 二是什么 台下人已经根本没有在听了 如果你还有要补充的 我的做法是这样 好 各位安静一下 行吗 我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 我再讲两点 是我要补充的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会比较好 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你再告诉他们 你的补充意见 这比一个人在讲 他们台下又在讲 好很多 学员的热情和准备 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准备 以及他们对探讨这个问题 本身丝毫没有情绪的时候 你根本很难展开研讨 有些情况就这样 比如 我们来研讨一下 公司的机制 应该怎么进行调整 和接下来下一步的改革 应该怎么走好吗 没有人有热情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问题太大了 跟我无关 提的问题的难度 以及和听众的切身关系 这些都是包括听众的层面 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 来设计你的有效的问题 好 以上这是研讨法 是互动法之王 提有效的问题 答案就在问题里 然后在掌控的过程当中 判断他们的反应 这些都是您作为一个主持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的 一用研讨法 他们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进入到研讨状态 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偏差 比如讲 分在同一个小组的人 彼此都不认识 大家也不熟悉和了解 没人讲话 会不会太糟糕了 你碰到这样的状况 怎么办 一开始就要洞察 一开始先让他们互相熟悉一下 介绍认识一下 这样才可能开始研讨法 如果你发现他们都很认识 都很了解 都很熟悉的 就不必那么麻烦 第二种 个案法 个案法是一句话 针对某一案例 加以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 所以通常是抛出案例的 由于今天是一对多的演讲 所以我更多的时候没有让大家讨论 如果在企业当中做培训 都是需要采用个案法加研讨法的 就既有个案法又有研讨法 因为研讨法是互动法之王 必须得用的 那么个案法的优点是什么呢 增加接触经验 有一件事很有意思 有一次我到一家企业去讲课 这家企业在访谈的时候 他们的人力资源总监告诉我 过完年他们要降薪 从中高层的管理者开始降 一些优秀的骨干员工 也需要有这个打算 帮助公司共度难关 他希望我在培训课程当中 探探口风 看看一旦他们遇到这种事 心里会怎么想 行为上会有什么变化 你说我惨不惨 居然让我去做恶人 去探这种风 我想了一想客户花钱请你去解决问题 也很正常 我得干呢 对吗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我就想应该用案例法 加研讨法来解决这种问题 进而让我们的学员有接触经验 我设计了一个案例 我说我曾经服务过这么一家企业 出现了这么这么一些状况 我编写了一些数据啊 一些报表啊 然后我把这家公司的难度啊 也难关呢 也描述了出来 结果我告诉他们 这个结果就是 公司决定 中高层管理者和优秀员工 要降薪 但是公司有承诺 降完薪一段时间之后 一旦我们的公司 重新获得了市场地位 我们的员工 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问题来了 研讨法 好 刚才这个案例 大家都清楚了 我们的问题就是 如果您是这家公司的管理者 您听到了这样的举措 您会怎么办 您又怎么和你的那些部下 那些优秀的 也同样要遭到 降薪命运的员工 怎么去做沟通 我给每个小组 15分钟的时间 现在开始 怎么样 理解了吗 提出案例 提出问题 问题是 让他们思考 我应该怎么应对 我怎么去面对我的下属 问题提给他 给他们时间 结果大家 15分钟过后 噼里啪啦 开始站起来回答 每个小组都发表 都大意凛然 要和公司 同命运共呼吸 要帮助公司共度难关 人力资源总监在那里 下课的时候 笑着对我讲 李老师啊 这样一来 我就放心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 如果真的我们公司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能够这么做 那就太棒了 他们比较容易做到 我相信 因为今天他在这个地方 大意凛然地说出了这个答案 如同像苏格拉底法一样 我们引导他们说出 我们想要给他们的答案 而引导出来的答案 更容易被执行 增加接触经验 培养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一定的 个案法都能够起到这个目的 问题也有 状况比较单纯不够真实 所以为什么NBA的案例 经常需要去更换 就这样 有些因为已经不再适合 今天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 或者已经是过去的事 所以需要换 有些案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唯一弥补的方式就是 要加上研讨法 在研讨的时候 把案例当中的那些 不真实的状况可以撇掉 引入到和我们公司 比较相关的问题的探讨当中 这就没事了 对最终答案的把握 您知道 个案法 尤其是管理问题 很多是没有对错的 所以当我们的学员 他们在进行讨论和分析的时候 通常他们讲出的答案 有的时候 比你准备的答案怎么样 更棒 千万记得 不要否定 一味否定他们的答案 他们那些答案 可能也是非常棒的 如果我发现有一个个案法 中间学员的反馈是非常棒的时候 记住 一定把他们的答案怎么样 纳入到你的答案当中来 算作他们的 他们也会很开心 你连这种心态都没有 就不要站到台上来了 好吗 你不是全能选手 你也不是漫保全输 他们总有地方是超越你的地方 一定是这样 好 这是个案法 商海沉浮 经验就是财富 现身说法 传授成功之道 最优秀的企业家 最实用的实战经验 最成功的管理案例 再来第三种 角色法 在四种方式当中 角色法可以说是难度最高的一种 为什么 因为角色扮演很困难 很容易造成不了了之 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 体会感受 冲击观念 增强敏感度 角色法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培训当中 才展开 比如说礼仪的培训 销售培训 客户服务 团队建设合作 包括我们这种TTT 企业内部培训师的培训 也经常采用角色扮演法 但的确有很多培训师 无法采用角色法的 由于角色法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经常采用的老师也比较少 但是你们还是应该要了解一下 角色法的优点是 容易引发好奇和兴趣 扮演相反的角色 小时候我们一直这个国家讲 人都有这种扮演别人的欲望 是吧 扮演好人的坏人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扮演客户 扮演自己人 通过扮演引发好奇和兴趣 再来 情境的模拟更容易带来同理心 这也是角色法 虽然比较困难 但是还是很容易受欢迎的原因 在销售培训当中经常采用 老业务员扮演客户 新业务员扮演他自己 然后双方互相交流 回答异议 打电话 这些都可以采用 角色扮演的方法 训练客户服务人员也是这样 让客户服务人员新手扮演他自己 老的客户服务人员扮演我们的客户 然后故意出一些刁难的问题 看他怎么来回答等等 这些都是角色扮演法 难就难在需要准备 否则容易流于玩笑 举例来讲角色法通常有这种做法 我们选择一个案例 我在课堂当中经常也会这么做 比如像昨天那个课程 我回到昨天那个课程 把昨天那个课程做案例 我讲了职业化态度三种 创业心态 积极心态 游戏心态 我讲完这三种心态 我会布置给学员一个作业 就是角色扮演法 我说找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你平时在工作当中遇到的 非常郁闷的事 用小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小品不用长 五分钟 把那个冲突的点表演出来就行了 你们那个小组人去商量这么一个案例 然后用小品的形式 用角色扮演的方法把它表演出来 通常给他们一些时间 他们能够设计得很好 因为扮演的都是平时工作当中的角色 好 扮演完之后 小组选一位伙伴 把过去的心态描述给我们 就过去碰到这种事 我们的心态是怎样 今天学了这三种职业化心态 我们的心态又是怎样 我通常让他们做这个作业 做完以后 他们就很清楚地知道 哦 是的 平时我们是怎么面对这种事 今天我们又是怎么做的 个案法加角色法加研讨法 太棒了 几种互动法都结合在一起 他们很喜欢 学员的配合度是个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热情 他们就不会很好的去投入和参与进来 所以之前的引导很重要 需要去引导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 角色法 没有学习力就没有竞争力 你的心有多高 学习的路就有多长 好 在这段课程的最后 我们要来学习游戏法 游戏法是今天的很多培训师 最喜欢的一种 课堂互动工具 的确游戏法的确有它 非常好的好处 非常多的好处 什么是游戏法 进入游戏提高认知度和学习兴趣 人们喜欢玩 成年人也不例外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游戏吧 一听这句话 大家都醒了 本来已经听得快要被催眠催掉了 一听 我们来做个游戏吧 都醒了 好 很好 效果起到了 这就是游戏法的作用 它能够提高认知 增加学习兴趣 但它也有一些问题 它的好处在于活跃气氛 提升热情 这不用讲了 制造感受帮助理解 缺点就是为游戏而游戏 所以各位 游戏法一定要和研讨法结合起来 所有的游戏法都必须加入研讨法 游戏做完了 好 各位 通过这个游戏 我想问每个小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做完这个游戏之后 您通过这个游戏得到了什么启发 通常这是游戏法 加研讨法的一个套路 就是就事论事 让它来研究游戏法 带给它的收获和启发 他们这个时候都会就事论事讲 我觉得这个游戏当中 哪一点给我启发很大 或者怎么怎么样 他们都会这么讲 第二个问题更重要 引入到工作现场的事实 第二个问题 那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 解决实际问题 一个是就事论事的问题 一个是和工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 放在游戏法之后 非常重要 这能够让我们的学员 既思考了游戏的本身 同时又引申到工作的现象 你的问题就提得很高明了 只是就事论事的问问题 通过这个游戏获得什么启发呀 各位小朋友 你跟幼儿园的老师没有差别了 了解吗 你必须要对工作现场的事实 进行引导 掌控和引导非常重要 这就是游戏法 好 以上这些方式 我们称它为叫互动法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切记 你累 他们也累 甚至更累 我刚才还在和北京现场的 我们的这些学员在讨论 讲课的和听课的究竟谁更累 您认为谁更累 听课的人其实真的很累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讲话 一个人始终用这样的频率 心跳的速度坐在那里 坐一天你试试看 当然够累的是这样吗 讲课的人一直在变化 我呢腿会有点累 但其他呢就好很多 至少在下午一点到三点 根本没有可能睡着 所以呢 需要加入一些互动方式 给予他们有更好的调整自己 频率和节奏的机会 我早些年讲课的时候 我刚出道那会儿你知道吗 我成天讲课累得要死 因为总是自己在呱呱乱讲 自我陶醉 自我满足 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在想些什么 他们的感受如何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累他们更累啊 他们也累得要命啊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应该加入互动法 把各种有效的互动法 和你的观点相结合 去证实你的观点 让他们也参与进来 诶 他们不累 我也轻松了 双赢 好吧 再来 引导出来的答案 更容易被执行 所以我们要采用互动法 通过研讨法也好 个案法也好 游戏法也好 让他们自己说出答案 他们自己说出来的答案 他们自己更容易相信 他们的嘴巴离开自己的耳朵 最近 当他自己把真相 把真理都告诉出来之后 说出来之后 他们就已经自我洗脑了 这就叫精神管理 所以在课程和演讲的过程当中 采用互动法是为了让他们自己说出正确答案 苏格拉底法 最后 不过还是要注意一点 目标比方法更重要 刚才讲的那些互动法都是方法 而不是目标 目标和方法哪个更重要 各位 当然有没有达成课程的目的和目标更重要 都是在玩游戏 都是噼里啪啦在研讨 你没有任何的总结 归纳和和工作本身事实的连接 这样的互动法用了也白用 理解吗 方法固然很重要 但目标更重要 我要拿这支笔来扔那个灯 请问我的眼睛是看着这个灯还是看这支笔啊 当然看那个灯 只要看这个灯 我可以这样扔 可以这样扔 可以这样扔 什么扔法都行 对吗 目标不能看错 所以那些互动法只是工具 只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 如果只是把课程玩得很热闹 做得很热闹 却空洞无物 这个课程和演讲就是失败的 好吧各位 好 以上这段课程 我们讲解了如何更有效的互动 撞出火花 休息一会儿 我们继续接着回来上今天最后一节课 好吧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